昨天从国内回到了莫斯科 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 回到红场这边了 今天是俄罗斯的立春 一年前的今天 俄罗斯的地铁大环开通 一晃一年过去了 红场这边的集市都已经撤掉了 3月15号到17号 总统大选 昨天普京也发表了全国咨文 信息量还是挺大的 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 两个多小时 这边普京的支持者 一直都在这个地方宣传 通过这两年多的时间 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 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 反备的声音是越来越少了 红场新年集市这边也开始拆了 流冰场 马上就要拆掉了 田越来越暖和了 再提醒一遍啊 就是这附近的这些特型演员 包括就穿宫廷服的 包括可能在门口那边 斯大林普京这些特型演员远离他们 别看他们笑嘻嘻的 从你打招呼 然后拉着你合照 一定远离 坚决说不 否则你就会被坑很多钱 坑的少的可能一两千 坑的多的五六千 上万路步的都有 火狼已经撤了 小游乐场也都空了 今年总统大选的这个日期正好又赶上了俄罗斯的泄露节 东正教的宗教节日 然后就进入摘月了 又快到女神节了 化妆品店又在自宣传 基本上每年三月一开始 春天的气息就比较浓了 女神节在俄罗斯算是大节 我们以前也介绍过 主要就是送花巧克力什么的 一旦赶上周末 能够连着放好几天 东正教这些唱诗 有的时候还是挺好听的 之前我在平板上录过 瓦西里教堂唱诗班的 这个录像 看看还能不能找着 远离这些人再次提醒